4月15号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的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3开幕典礼在香港举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 他表示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 国家安全得到有力维护 社会秩序迅速恢复 社会重回正轨 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法治得以彰显 市民的权利自由得到更好的保障 香港实现游乱倒置的重大转折 在香港国安法的保障下 我们已经损回一个熟悉的香港 加上疫情回稳 市民都回复了往日的正常生活 2月 我们更正式启动 尼好香港的全球宣传活动 推广各项多姿多彩的香港盛事 香港已经全面复长 香港的经济已经豁起来 冻起来 经济更热起来 香港国安法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市民更加珍惜来机不易的稳定局面 全面支持 聘经济 聘发展 聘竞争力 在阐述香港国安法与香港居民的关系时 李家超指出 任何人都应当遵守法律 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是全中国人民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共同义务 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事务上 香港人人有责 人人享受有国家安全的权利 也富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两者不可分割 也不能分割 我们应该以维护国家安全作出发点 警惕和防范外部蓄力的挑拨离间 警惕和反对用心不良的摸黑 诋毁 我们要建立即兴 正向细维 做一个有担当 有理想 愿意为国家发展 为香港打拼爱国爱港的香港人 李家超表示 香港特区进一步落实香港国安法 有多层重要意义 第一是履行特区的限制责任 第二是有助于特区管控危害国家安全风险 第三是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加保障 第四是为香港更好服务国家工作大局 维护国家安全是美国组传国家的核心利益 香港回归祖国中央坚定不移 全面准确贯切一国两制方针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一国两制是最高原则 对维护国家安全组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香港把握好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就是把握好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益 就是把握好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需要 李家超指出 未来特区政府会进一步建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治制度和执行机制 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法律职业节条例修订草案 以有效处理 没有全面职业及格的海外律师 参与国安案件的问题 政府也会尽早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工作 我们正就规管网络安全 虚假信息和众筹活动等积极进行研究 也会激励防范 发展重大经济金融风险 完善监管 确保金融安全 在回复国家安全方面 我们要确保有法必依 及法必严 同时确保滤进息主管刑事检控工作 不受任何干谢 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不受任何干预 李家超表示 相信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只要把握好国家发展大局所带来的机遇 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事业 香港大有可为 风光无限